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朗读者小M 休息了几个钟头 他就到高新去了 第二天早上 一个牧羊小孩给我们送面包来 他们在那里待了一整天 晚上 我们走进高新等待卡门的消息 可是音信全无 天亮时 一个驢夫赶着驢子 上面坐着一个穿得齐齐整整 打着一把小羊伞的妇人 带着一个小姑娘 看来是她的使女 加西亚对我们说 圣尼古拉斯给我们送两匹驢子和两个女的来了 我倒宁愿要四匹驢子 不过也没有关系 我去把它们弄来 她拿了短冲枪 躲在树后向那条小径走去 我和赌棍跟在她后面 离她不远 等到我们走近了 就一起跳出来 鹤令那个驢夫停下来 那个女人看见我们 非但不害怕 我们的打扮够吓死人的 反而哈哈大笑起来 哈 你们这些白痴 竟然把我当作体面太太 这个女人原来是卡门 她打扮伪装得那么像 如果她说的是另一种语言 我就认不得她了 她跳下驢子 低声同赌棍和加西亚商量了一阵 然后对我说 金丝雀 在你未被吊死以前 我们还能够见面的 我现在为着埃及的生意 要到植布罗陀去 你不久就可以听到我的消息 她给我们指点一处地方 可以躲藏几天以后 就和我们分手了 这个女人 真是我们这帮人的福星 我们不久就收到 她寄给我们的一点钱 更有价值的是 她给了我们一个线索 就是某一天 将有两个英国有钱人 从植布罗陀 经过某一条路 到格林纳达去 聪明人一听就明白 他们有的是 货真价实的英国金币 加西亚想杀掉他们 赌棍和我加以反对 结果我们只拿了 他们的钱和挂表 还有我们非常需要的衬衫 先生 一个人变坏 是不知不觉的 一个漂亮的姑娘 迷了你的心窍 为了他 你和人打斗 闯了大祸 不得不逃到山里 不由你思考 就由一个走私贩子 变成了强盗 自从犯下了两个英国有钱人的案子以后 植布罗陀附近 已经不是一个妥当的地方 我们就深入到龙达的大山里面去 你跟我谈起过 何塞玛利亚 对的 就是在那里 我跟他认识的 他出外抢劫 总带着他的情妇 他的情妇 是一个漂亮的姑娘 贤惠 朴素 而且彬彬有礼 从来不说一句粗话 对他忠心耿耿 恰恰相反 他倒反而虐待她 他经常去追求别的姑娘 待她不好 有时又假装吃醋 有一次 他给了她一刀子 你猜怎么着 他反而更加爱她 女人生来就是这样 尤其是安达鲁西亚的女人 这个安达鲁西亚女人 为她肩膀上挨了一刀 非常骄傲 她像是世界上 最美丽的东西似的 经常把刀疤 显露给人看 此外 何塞玛利亚 还是一个不讲义气的家伙 我们有一次在一起做买卖 她安排得非常巧妙 把好处由她一人独吞 而把倒霉事 和许多麻烦 统统留给了我们 不过 我还是言归正传吧 我们再也听不到 关于卡门的消息 赌棍说 我们中间得有一个人 到植布罗驼去打听消息 他也许 已经安排了一笔交易 我本来可以去 可是植布罗驼 熟识我的人太多了 独眼龙说 我也这样 哪儿人人认识我 我跟龙虾们 捣蛋捣过不知多少次 而且我有一只眼 要化妆很难 那就 非我出马不可了 轮到我说 只要想到我能再见卡门 心里就很高兴 你们说吧 应该怎样办 他们对我说 你乘船也好 从圣罗克去也好 随你的便吧 到了植布罗驼 你在港口打听一个叫做胖娃娃的卖巧克力的女人 你找到了她 从她的口中就可知道那边的一切 我们商定三个人一起到高兴山岭 在那儿把他们两个留下 自己扮作水果商到植布罗驼去 在龙达 一个同伙给我弄了一张护照 在高兴 有人给我弄来一头驴子 我在驴背上装满了田橙和西瓜就动身了 到了植布罗驼 我发现人们都很熟识胖娃娃 可是她不是死掉了 就是进了监狱 照我猜想 她的失踪 就是我们同卡门的通信中断的原因 我把驴子寄放在一个牲口棚里 带了田橙进城 装着卖水果 实际上是想看看能不能够遇到一个熟人 这里是世界各地坏蛋的汇合之地 这地方简直是巴比伦塔 因为你在街上走不到十步 就能听到十种言语 我看出许多人是埃及人 可我不敢相信他们 我琢磨他们 他们也在琢磨我 我们彼此明白都是一丘之合 可是并不知道是否属于同一个帮口 我白白地奔走了两天 既得不到胖娃娃的消息 也得不到卡门的消息 我就想买了一点东西之后 回到我的伙伴那里去 这时 太阳正要落山 我在街上走着 突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从一个窗口叫我 卖橙子的 我抬起头 看见卡门 两手靠着阳台的栏杆 旁边是一个穿红色制服的军官 金色尖章 卷曲头发 完全是一个富豪的模样 他呢 他也穿得很有气派 肩上披着披肩 头上插着一把金梳子满身绸缎 而且这个活宝总是那副模样 嘻嘻哈哈笑个不停 那个英国人用洋精帮西班牙语叫我上去 说太太想吃橙子 卡门用巴斯克话对我说 上来吧 别大惊小怪 对于他的确没有什么好叫我大惊小怪的 我找到了他 心里不知道是快活还是伤心 门口站着一个高大的英国仆人 头上铺着粉 把我带到一间富丽堂皇的大厅里 卡门马上用巴斯克语对我说 你装作听不懂西班牙话 也装作不认识我 然后他转过来对英国人说 我不是早说了吗 我一眼就能认出一个巴斯克人来 你马上可以听到他们的方言多古怪 他的样子真笨 对吗 简直像在石柜里被抓住的一头猫 而你呢 我也用巴斯克语说 你的样子却像一个不要脸的泼妇 我恨不得当着你的情郎的面 在你的脸上划两刀 我的情郎 他说 亏你想得出 跟这样的白痴 你还吃醋吗 你比我们在当街度过那些夜晚以前更傻 你这笨蛋 你难道没看出 我这时候正在做埃及买卖 而且做得很出色吗 这所房子已经归我所有 龙虾的金币也会归我所有 我牵着他的鼻子走 我要把他牵到他永远回不来的地方去 至于我 我对他说 如果你继续用这种方式来做埃及买卖 我就叫你永远不敢再这样干 你是我的罗姆吗 胆敢命令我 只要独眼龙认为好 关你屁事 你现在是唯一可以称作是我的情郎的人 你还不满足吗 他说什么 英国人问 他说他嘴巴干 想喝点东西 卡门回答 他养身倒在一张沙发上 为了自己的翻译而哈哈大笑 先生 这个姑娘大笑起来 你就没法跟他谈理智 大家都跟着他一起笑起来 那个高个子英国人也笑 就像个白痴似的 还叫人拿点东西给我喝 我喝着的时候 你看见他手上的戒指吗 他说 如果你想要 我可以把它送给你 我回答说 我宁愿丢掉一个指头 也要把你的英国富豪抓到海里 每人用马吉拉来比一比 马吉拉 这是什么意思 英国人问 马吉拉 卡门边笑边说 就是田城 把田城叫这个名字不是挺古怪吗 他说他想请你吃马吉拉 是吗 英国人说 好吧 明天再送点马吉拉来 我们正说着的时候 仆人进来说 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于是英国人站起来 给了我一块钱 挽着卡门的臂膀 仿佛他不会单独走路似的 卡门始终笑着对我说 小伙子 我不能够请你吃晚饭 明天你一听到阅兵的鼓声 就带着橙子到这来 你会找到一间陈设的 比登街那间更好的房子 你再看看 我是不是仍然是爱你的亲爱的卡门 然后我们再谈一谈埃及买卖吧 我没有回答 走到街上的时候 英国人向我叫喊 明天送点马吉拉来 我又听见卡门的哈哈大笑声 我出来后 不知道自己应该干点什么 我睡不着觉 第二天早上 我对这个当妇很生气 决定立刻离开直布罗陀 不再见他 可是鼓声一响 我的全部勇气都消失了 我拿起那篓橙子 直奔卡门那里 他的百叶窗半开着 我看见他的黑色大眼睛在窥似着我 头上铺粉的仆人马上领我进去 卡门把他支开办事去了 等到只剩下我们两个人时 他搂着我的脖子发出一阵鳄鱼般的哈哈大笑声 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美 他打扮得像个圣母 喷满了香水 家具上都盖着丝绸刺绣的帘子 而我这个强盗 穿得还像个强盗 我的心肝 卡门说 我真想把这儿筒筒砸光掉 放火烧掉房子后 逃到山里去 接着 是百般温存 又是一阵笑声 他跳起舞 撕破他的衣室 即使猴子也急不上他那样欢悦 做鬼脸 淘气 等到他恢复正经以后 他对我说 听着 这是有关埃及买卖的事 我想叫他把我带到龙达 那里我有一个当修女的姐姐 说到这里 他又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要经过一处地方 地名我以后叫人告诉你 到时你们扑到他身上 来个紧急抢劫 最好是结果他的性命 可是 说到这里 他脸上露出宁笑 这种宁笑 是他在某种场合才出现的 谁也不愿意去学他 你应该知道怎样干吧 你要让独眼龙打头阵 你稍稍往后站 因为这只龙虾 他又勇敢又机灵 而且他有很好的手枪 你明白吗 他停下来重新哈哈大笑 我听了不由地站立起来 不 我对他说 我恨加西亚 可是他是我的伙伴 终有一天 我会为你干掉这家伙 可是我要按照我家乡的规矩 来同他清算这笔账 我冲荡埃及人 事出偶然 对某些事 我永远是一个道地的纳瓦罗人 就像俗语所说的那样 他又说 你是一个笨蛋 一个傻瓜 一个真正的外族人 你像那个矮子一样 把兔沫吐得很远 就以为自己个子很高 你不爱我 你走吧 他对我说 你走吧 我可不能走开 我答应动身 回到伙伴那里去等待英国人 他这方面 也答应我一直装病 装到离开直布罗驼 去龙达时为止 我在直布罗驼又住了两天 他竟大着胆子化了妆 到旅店里来看我 我动身了 心里也有了打算 我回到我们约定的地点 已经知道 英国人和卡门 将要经过的地点和时间 我找到了赌棍和加西亚 他们等着我 他们在一个林子里过夜 用松子生了一堆火 烧得非常旺 我向加西亚建议打纸牌 他接受了 到了第二局时 我对他说 他偷牌 他用哈哈大笑来回答我 我把牌扔到他的脸上 他想取他的短冲枪 我把枪用脚踏住 对他说 听说你耍刀子 捅马拉加的打架能手 耍得一样好 你愿意捅我比比吗 赌棍想把我们拉开 我打了加西亚两三拳 愤怒使他勇敢起来 他拔出刀子 我也拔出我的 我们俩一起对赌棍说 让出地方 让我们一决雌雄 他看已经没有办法 把我们拉开 只好站到一边 加西亚弯下身子 像一只准备扑向老鼠的猫 他左手拿着帽子当盾牌 把场子扬在前面 这是安打鲁西亚的防守姿势 我摆出纳瓦罗的架势 笔直地站在他面前 左臂高举 左腿向前 刀子靠着右面的大腿 我觉得我比巨人还坚强 他像箭似的向我冲来 我把左脚一转 让他扑了个空 我的刀子却刺进了他的喉咙 刺得那么深 我的手居然已经碰到了他的下巴 我使劲把刀子一转 不料把刀子折断了 事情就这么结束 一股像臂膀那么粗的血流 从伤口往外直喷 把刀锋也带了出来 他扑倒在地 直挺挺地像根木头 你看你干了什么 赌棍对我说 听着 我对他说 我们不能在一起生活 我爱卡门 我要单独一个人占有他 而且 加西亚是个坏货 我至今还记得 他是怎样对待满身班的 我们只剩下两个人 可是我们都是好汉 你说吧 你愿意同我结个生死之交吗 赌棍伸出手来 他是一个五十来岁的人 让这些男女之事 见鬼去吧 他叫起来 如果你要向他要卡门 你给他一块钱 他就会把他卖给你的 现在我们只有两个人 明天怎么办呢 你让我单独干吧 我回答他 现在什么都不在我眼里了 用耳聆听 用心关注 静雅思听官方微博 陪伴你 温暖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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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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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